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 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 董事长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走进人生的新地标 京城走进了位于休斯顿 美洲大道的休斯顿第一机构之大门 这是我的第一次 也是我人生旅途中之新地标 今年五月上旬 有幸被休斯顿市长惠特曼 提名为休斯顿第一机构董事一职 并在设议会上 全票通过正式任命出任新职 心中感到无比的荣幸 一身感市府对我们新一届董事会 寄予之厚望 休斯顿第一机构 是主管市府拥有之十二个文化经济 以及旅馆事业单位 为美国第四大城市 推动观光文化 以及经济之繁荣 将休斯顿推向全球 二十多年来 在我主持带领下 休斯顿国际区 以及国际贸易中心 在全体同任们之共同努力下 我们已经成为休斯顿地区 耀眼的经济模范区 这也代表了我们对社区之贡献 今天得到市长 及其市民的托付 我一定会尽其所能 为休斯顿继续走向世界舞台而努力 我们将来为休斯顿地区 来看看 我们应该是否如斯顿地区 我们应该是否在幻灵下 我们应该是否有什么 我们应该是否在那里 我们应该是否在这边 我们应该是否在幻灵下